出现入市信号 应该买哪只优质股 富昌证券 升级股评仁 日日醒你选股贴士 还会教你食尽大浪 做你自取未股 立刻下载富昌股康通手机 开户立本 华禁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成交榜上跌得多几个 就是日明巨落 今天就被主要股东日明康得减持 看看现在破底了没有 今天开市位仍在配股格上 现在就应该准备要去市道 6月4日25.8 现在26.7 都很接近临界点 破底是一个远的路程 应该要再敏感一点的话 去到看6月1个交易日 如果你当它是双底颈线的情况 28串 如果我是大家28串都想 即现在串了 今天串了 低开低走 如果低开高走 其实今天日中最开市时段 其实它是低开高走的 可能反映下方有买盘 但是后来也很快 随着市场 今早还是很好地地 虽然现在其实跌两百多不是很多 但是股份就转了 继续向下 跌幅扩大 其实都是一支大的阴烛 这种线都应该是无望了 变成最下一个位置 就是刚才Vivian所说的 可能6月份的低位 那些就最后最后 但是我认为 穿了26都算了 嗯 这个 就是阳荣巨落 就是自身的一个情况 这样大跌 其他榜上跌的 还有中远海控 跌4% 看看现在的位置 就是报18.8 跌4% 不过如果这种来说 就没双得完 如果你最短线 这里看的位置 可以看18.48 那暂时 最低就是18.48 都有少少承接 又不算很有 因为未能重复上去 是啊 今天中的时候 叫做跟大家去评过这种股 你说它是不是真的跌了很多 其实绝对都不是 过去这10日的区间的位置 是 那仍然是属于一浪 高于一浪 这样的格局 在这里 如果有心去 去保持的话 我觉得都可以看实 但是继续保持住它 嗯 你说今天下跌 跌些什么呢 市 无缘的跌300 今天期结 明天就 基金半年结 因为今天就 期止结算 明天就是 全过6月最后一个交易日 半年结一次 全年又结一次 就算美股那边 正路呢 明天呢 看看会不会都 轻轻可能 挨回好少少 不过今天其实 跌势都全面的 恒生指数呢 都整 叫做58个 成分股里面 47个 占多数呢 其实都下跌的 那么今早说过呢 今早说过呢 今早说过呢 美团阿里啦 这些都是贡献30点的跌幅 现在其实就再多了 美团都贡献40点跌幅 这些都是拖累的 似乎都 又有新经济 又有旧经济 嗯 变成了真的帮到手呢 今早说过 968信仪光临 另外一只呢 就迫伏 因为迫伏呢 就升幅扩大了 今天也是 属于创了历史的新高 升了3.5个百分点 那这只股呢 就今天都帮到手 升成10点 恒生指数有10点升幅 是 是 迫伏呢 现在是 准备创收市新高的了 如果计算呢 因为它都比较大型 有一些的 以三线的物馆股 在炒到很夸张的时候 其实它就这几个月都 只是横行的 那现在就终于突破到 82.75了 那现在就开始 再向上 今天都是创历史新高 如果再上去看 下个关口 那就 90元 也都有个很清楚的横行底 就在72.75了 那 今天都有观众问 至少管股 今天都说过有很多只 另一只如果都比较大的 就还有3319 雅生活 雅生活 现在的PE都很低 只有24倍 因为又不是怎样炒 这一轮 那开始 六月 六月尾 开始 因为整个板块都移动的时候 它都开始移动了 上来 开始就 六月头那里 37那些高位 开始突破 现在向上可以看到 40 这些都很迫近高位 40之后 再看就是 差不多挑战历史高位 正如今早和大家说过 物管股里头 有几只都是挑战的历史高位 除了刚刚说的迫伏 6098之外 就有1516融创服务 今天首日突破 历史新都 另外还有一只3913合景游活 就是准备 未曾破的 另外一只就是873世贸服务 今天挨近半城 也是破的 还有一只 少人提 因为其实今天只是第二天上市 162626月秀服务 under123月秀 1626上市短短两天 较容易破顶 因为只需要破到昨天的顶 就可以了 今天升到半城 现在挨近全日的高位 今天day high 5.12 现在就是5.12 升了4.9的百分点 这只高份 昨天开出半身股 最重要是看day one第一口价 昨天开出4.8 收4.88 本应昨天已经是一只理想的半身 今天再开阳烛 所以有股的朋友就恭喜了 正路可以先放下指要 不用这么快食股 回头仍然可以用大概4.8 来做止蚀 是的 其实这一只 昨天来说 算是比较波动 比较小一点 以比起之估 但是 它就起码是慢慢慢慢的 去上的一个走势 反而有些太过波动 就小心一点 是的 尽管留意一下 这些物管股是偏强 整个板块也是 今天另一个强的板块 我看到有些都在问 因为今天有些光伏股份 整个板上升 除了是光伏之外 其实也是有一些其他的能源 尤其是新能源相关的股份 都有很多只做好的 其实这个板块 都比较很多是 一些小的类型一些 譬如1798这些 升6% 很多只都小一点 而 封电方面也有很多只 其实就比较小的 不过 有只916 因为都看到有观众在问 就升3% 它就做风力和煤炭发电和销售 现在升接近4%的时候 就看到Lulu 就说916和354 二选一 买哪一只好的 如果现在来选 就不选354了 因为354 它是6月开始 已经爆升 它爆升之后 很超买 虽然它没有回落 但是这些位置追 就不太安心了 反而916的话 现在就整顾一下之后 算是有再上 其实你可以用到昨天的收市位 13.12做止涉位 纯粹看图的话 跟着上去就先看了 很快就遇到阻力了 14元才的 好啊 这一只属于一只偏强的 有一些都是新生地类型的 一只叫做能源股份 那今天呢 其实就真的由头炒到脚了 很多这个铜板 有很多很小的 很小的 不愿意去推介 就是这样 是啊 都是 看下916 看下968 968之后 看下6865 乃德那些都帮到手 有些再小一点 182那些 升得更厉害 其实小的那些 今天就不厉害了 757 阳光能源 这些712卡 没有单黑 这些就多了 18% 波幅就很大 要自己小心一点 嗯 是的 如果呢 一些有出业绩的消息 又大动倒下 有些小动动的股份 有只52 52 52 本地餐饮概念股 都升到1% 现在一部18元 因为呢 它又出了 出了业绩的 出了全年的业绩 顺利1.54亿 按年升1.52倍 因为去年就 业绩比较差一点 现在呢 它那个收入呢 其实收入呢 其实收入按年也有跌12% 但是呢 因为也都 除了你说去年都情况差 为什么会还可以无利 还可以升下呢 还可以升下呢 是呀 其实现在间间都是这样 因为呢 当然它都有自己生产力和下落 有提高 而呢 补就业计划 就补助了1.8亿 占了集团的员工成本21% 都是全数拿来出粮 都强调 表示现在就维持一个财务稳健 当然这个其中一个担心就是 之后没有了这个补贴了 是不是都ok呢 但是它整份业绩都好 还有现在呢 都可以说是本地消费概念股来的 如果说到消费和零售方面的话 这里就看看有没有机会突破到18.08% 是呀 不过又这么说了 你说去关注后市 它是不是已经拿不到补贴 又怎样去影响 其实因为像你说的 这个行呢 其实间间都 有些甚至乎因为收到补贴而发型起 嗯 就变成了大家都很明白 也都可能当了是一个one off的利好因素 那变成了呢 你说因为这些因素而出了个好业绩 股价不升 其实大家都很理性 知道因什么事 那变成了后市 如果你说收不到这笔钱的 会不会对于股价带来很差的反应呢 到时业绩会不会倒退 我想大家又亦都预估了 嗯 对不对大家买了 现在四点钟了 进入定价时段 恒生指数仍然都要跌 不过呢还要跌穿了29000 28983点 跌了284点 成交都多了 1375亿 我们去到广告 一会儿解答问题 1 2 2 3 好 回来节目时间了 看看YouTube上的问题 AA就说 好不可以买1799呢 因为刚才说了光复、新能源、电力相关 很多只只能保障 至于1799 现在都升50% 16.5% 开始在低位上升 现在去到50天线 这个呢 其实之前都有问过 不是问好没有买 而是有货 怎算好呢 其实首先这个呢 是做太阳能方面 是做上游的业务 那这期的风向就是 抵制他们炒高了 那些多晶龟、多晶植 那样 那就是 前段 它和光复股 其实的走向有时不一样 那 和它是在 4月30日这一天 你很低开的大阴烛那天 是有7亿的大成交的 那平日可能只有2亿 那当日就是有个 大手出货的情况 如果这只要算是转强 其实就要17.78 可以突破到 才比较有些转机 那这个情况就不太建议买 而且它都是小价类型 那市值小 选择一些大大底的 那接受Fion 他就问2138EC 他又说15元有货 今天出业绩 等不等业绩之后放呢 我都不会特别去怕业绩 或者去期待业绩的 从来我都是 有那天看那天 只要那天收市前 没有什么异样的时候 召聚了 你没有理由特意 要觉得业绩很坏的 当然公司方面业绩 从来都好 不过我认真要挑剔 股份今次上来 现在这些水平 就好像是突破了 六月初的高位 不过下方 你见到股价是破顶的 但RSI是不对版的 对上一次 RSI的指标 反映严重的超买 去到81 现在这一刻 RSI是64 即是说呢 就差很远 股价来到双顶 不是叫双顶的 不知道它是否 可能继续去呢 但问题在于 同价的情况之下 RSI差很远 我觉得今次呢 无论是成交 RSI 和资金流 都不断去支持破顶 嗯 或者你看一下 业绩之后 招过的 不过业绩之后 会不会借势回调 我觉得回的机会 是始终高 而且呢 回调呢 没有回到12元 我觉得不会买的 所以我们 我就觉得 这股股应该要回 这次是背驰破顶 下方12元的位置 才有支持 留意那些位置 才再买 好 接着Cara 她都是问 光復相关的股份 三百六百 是九六百 顺二光能旗下的 专系做太阳能发电厂的 一间公司 那呢 可不可以买呢 其实就 因为她已经 突破了 然后爆上了 好几天 好几天 即十几天 那现在呢 整体走势是向上的 但是今天呢 很多这些光復股份 都开始超买 我觉得你可以等下 会不会有机会 回回一点点 有些机会再弹的时候才进去 那呢 就有两位朋友最少都关注 八七三 就是小楼服务的 是的 YF呢 她就说吃得五味 即是有货 白狼呢 她就说成交不多 在破顶的情况之下 需要不需要小心呢 似乎两位都是由货来问的 嗯 现时升五个百分点 去到二十六个九毫半 如无意外 都是叫做最高的收市位 那呢 如果你问我 需要不需要小心 当然是的 今天成交真的少得很紧要 完全没有支持 只是得昨天一半 左右成交 不过当然羊竹就很实际 这个是未好的 至于前日呢 应该说上个星期五呢 为什么股份会忽然之间 一开市都平开 但是就立刻滚了下去 二十三元半呢 这件事就自己去小心一点 我觉得反而那个 关注啦 不是忧虑啦 关注就是究竟那一日是做什么 嗯 自从那一日之后呢 资金流呢 我就看不到有流入了 那所以你问我 有没有需要小心的地方 有 我直接走了 嗯 那继续向上破的话 那就祝大家好运 一成一成 加上去 你会不会望 上方二十九三元呢 但是呢 我觉得 我会小心 那自己留意住 嗯 好 那跟着就是 优太 一四七八 那Fionn她又说 她又有些蟹货 卫尤泰 十七元的蟹货 现在十六元 那很快 很快 很快回家鄉的了 那会不会再上 现在好没有交 如果来到这里呢 那去到阻力位 十六元 你就不要交了 你不如拿着它等下算了 很快回去的了 你现在就等了 就未必这个位去加了 Erik呢 就问了这条问题 老实说 我本应就不是很想回覆的 哈哈 他重复了一条问题四次 有心啊 只要他又很紧张 是 这么巧的 那些股份 都是我極级看好的 嗯 所以呢 本应我打算一句答他 就说 行了 我有我看着你不用怕 但是我儘管都adress 你的 concern 2013微盟 6060重安 可不可以说一下 可不可以keep 因为它每天都闷 老实说 现在这两天的市 未必容易找到 年日上升的股份 那当然了 接着你就会问了 要不要换物馆和体育 我想我们今早 其实大致上都一致的看法就是 体育需要不需要现在去追呢 是啊 物馆当然刚才也都给了很多 number 有 keep 住破顶的 有准备或者首日破顶的 那你自己去选择 不过呢 我自己 即我又不会再详细去说 我的模仪仓了 但是呢 我会告诉你 在我的模仪仓里面 有三成是 cash 任我买 我这两天都找不出东西买 那为什么你这么薄 还要走去换走一些东西 换走一些东西 其实都不太跌 没什么 你望重安它有跌吗 你望2013有跌吗 你望2013有跌吗 又是十日 你都是这些价 其实 首先 如果你没有闲钱 你有想买物馆体育 那当然 我就看看你选什么 我有闲钱 我连买都免得买 我就更加不会故意去换些东西 因为 那管你留在众安和微盟 你都没有必赢 因为市场很厉害 物馆和体育 又是否必赢呢 当然也不是 所以我觉得 最好就不要动 因为你 你都要看一看市场想怎么行 因为这一浪又到过294 到过了 它有权又说到站又向后开车 所以你急什么 急 因为这两只 其实6月的横行底 完全没有穿 是的 好 接着呢 名字不会读 不是中文 不是英文 9939 可不可以教一下 如何称呼 9939 这个图好似不错 可不可以上网7元呢 就真的相当之不错 突破6月头 这里是60.6 昨天突破 今天亦都可以 视为一个买入的时候 如果你看一些MACD 即是出金黄金交叉 上网就 对了 77差不多 7776 如果历史收市高位 78.75 很逼近 指示位 都是这两个底 50.7 都有望 看看可不可以去破顶 他告诉你 他叫做央 央 其实我有想过 字形有少不少似 是英文 即那些字体不一样 Gran Feiyun 他说2148 V星 可不可以入 什么位置有阻力 老实 你可以当它是一个箱底 颈线 就大概在12元齐头 今天其实就收到一个84元 未可确认 如果你真的很喜欢 你就升穿12元 就看再之前15元 但是普通 不是大路东西 我会再确认多一点 免得他回头 因为他12元有权回头 现在到了这附近 是 没错 然后268金碟 包包 就说 怎么看呢 有没有机会上回30元 如果你慢慢等 总是有机会 但是 现在 今天这样大阴烛 就开始向下危机 26.65元 现在 你看明天 会不会 纯粹今天 没有人出来接货 看看明天 有没有机会 先上回26.65元 如果不是 就危险一点 今天股份 是放量下跌 10亿成交 老实 真的不惹小 是放量的情况下 下跌一大支阴烛 这些阴烛 自二月的大跌浪以来 都没试过这么大支阴烛 我觉得要小心一点 不要贪便宜 未买的朋友 有货坐艇的朋友 他应该有 小心一点研究一下 有没有什么消息跟味 有些浴缩 好 接着Emilio 子明就问我 981 什么可买 老实就是 不可买 因为没有什么可取 是 这幅图也好 1347也好 其实 这些图就 普普通通 当然 如果7月回来 科技 整体版块是好的话 到时再选 再选 981当然有 它的炒作故事 不过我经常都觉得 美国的禁头令 会令到它没那么好性 到时再算 现在没有必要 是的 那天说刘鹤 领军攻打第三代半导体 都不选了一日之外 就说不要选这两个 你选择 因为A股还有很多 就是3191 ETF 其实它包了一些半导体 所以在A股里面的产业 便选择也比港股多些 可以考虑一下 接着就是 Kitty 6118 可不可以入 6118 即是日升那只 我见过这个图 这个 名字很厉害 澳星生命科技 这个我就 不认识了 是不是市值75亿 升1% 不过这张图 又在我心里面 哇 日日升 有几次有人问 然后我开张图 那张图挺特别的 真是日日升 都挺特别 应该是 75亿而已 那一天就得1260万成交 但是就真是日日升 现在75亿就好像不太小 但原来它3月的时候 4.9 现在14.78 即是升了三倍 即是原本就应该是十几二十亿 如果看上年年底 再低一点 因为一直是这样拉上来的 这些这样急升的 就不是很建议买 不是急升的 即是那么直线上升 因为它实在太有规律 很厉害 令人规律到觉得好像有点假的 有点像那些俄罗斯轮盘 是的 总之应该就像瑟宝 一百托一百托都是大 正路呢 你的玩法很简单 你就随便一天买进去 之后拼自己没那么克制 就是人家一百托一百托都是大的时候 如果你一进去就跌 那就是理税 就不是他税 正路呢 它会一直不知升到何时 但是我会认住通常这样升的股份 当跌那一刻呢 你应该不会走得起的 是的 应该通常一跌呢 就不是 升它就天天都一点多地上升 跌呢 我估计可能也是那些微信里七八九成这样跌的 那我自己看一下这样是不是你的口味 嗯 好 那原来呢 讲讲一下 时间也都已经够了 那呢 行市收市收报二万八千九百九十四点 跌二百七十四点的 那节目时间到这里了 明早再和大家看市 拜拜